youtuber白痴公主以无厘头的风格深受网友们的喜爱 近日她跨界开了咖啡厅 并透过影片记录了用60天开咖啡厅的过程 开夜后吸引不少粉丝钱去朝生 没想到影片释出后遭到网友留言表示 不要鼓吹喝咖啡 因为会让身体出现很多副作用 干脆说卖咖啡因让她看了一口雾水 不过她在发出截图的同时 以高EQ的态度回应表示 她的妈妈也曾要她不要再喝奶茶 因为会容易头痛以及罹患糖尿病 此外她也规定同事们 每天至少要喝2000cc的白开水 还买了大水忽逼她们 透露并没有因为喝咖啡就少喝了白开水 看来相当体恤员工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